主持人 耶稣主持人和耶利哥 在今宗很多次我们见到耶稣经过一个地方 这样我们要次次出现在我们的生活 每日会用不同的识识进来我们 我会迎出它 希望在哪里遇见祂呢 其实是我们日常生活 里面耶稣经常都会有一条信息 预备我们的识识 使用很多方法转入我们的生命 就是我们的这个福音的名字 就是今天福音里面的一个人 叫做浅海 因为正是岁月 但是 而且都是 收積 收岁月 所以 不用说 他是 既有 有钱 有 有 到 感到 可 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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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些人,但是,他又会问他,想事,去看得清楚一点,因为他说你,人家会战场他,不过,他也都想见合耶稣在那边。 所以,当时我们都在生活中,见到耶稣,因为我们被很多人围住,或者受别人的想法,影响有时提到耶稣, 我们要点灵人怀,和我们的怨上心欲,帮我们去堂,一体,和他说, 我,刚才说,过来,陈海,你欢迎下来,因为我今天变成了耶稣。 当时的时候,乘客一定很对乘客,一定会很奇怪。 其实,我感恩在乘客中, 耶稣也要请我们和祂一起共用, 祂也希望专闻我们的生命, 入台,一听到耶稣, 马上下楼来, 我感恩欢迎耶稣在我们家, 群众一定会有其他反应, 他们会非常讨厌和什么要议。 接着,我们不知道耶稣和祂说什么, 但是,我们很清楚知道, 极海实话的, 我把我财物的一半, 此生给公人, 我以后, Father God, 聖眼看室的 motor 中学的时候, 神入海遇见耶稣之后, 他的生命就有很大的转意 去背起他之前的奉务和贪念的生命 去跟工人分享这一切父 和保证自己的网络 让我们学习我们自己 我们有没有阻止其他人去接班 但耶稣好像传众阻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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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阻 还是好像阻振阻振耶稣之后 我们的生命会有转意? 还是还是我们还是在陷阱主前的路? 耶稣来到世界上 必要尋找和整个人 本身的人 本身的人包括中人 和对社会怀疑的人 在哪里 有点生命 中人 有点生命 在哪里 有人在家 有点生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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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